各位,美國那方面的勞工,尤其是中學階層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他們的平均薪金都沒什麼上升過 不過這次現在有個大轉機了 在這裡,我們大家看到華盛頓郵報,那邊就報了 在9月份,我現在已經在11月,但它只是在報 在9月份,有超過440萬個美國人辭職 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就業機會非常之多 我跟大家用另一個網站,叫做Woolstreet那邊 跟大家看看這些數據 Woolstreet那邊有很多圖表 我先給大家看看圖表 現在這個就反映了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件事 這個就是每一點是千人的 所以現在這個紅點是420萬人左右 其實跟剛才的數字差不多 這個可能是在不同的報告和不同的時段所說 所以說現在在私人企業裡面 我們在這裡看到有420萬人是辭職的 這個就比起一般的上升趨勢來說 很明顯就高了上去 我們當然看到在2019年年年中之後 2020年初 他們的辭職人數非常少 現在就上升了上去 原因很簡單 我們知道就是現在職位太多 這裡就是在私人企業裡面 那個辭職的比率 有多少百分之名的辭職 是有3.4百分之名的辭職 這是指在私人企業裡面 這個是自從2000年以來 是新高了 但二千年之前的數字可能仍然是這樣的 換句話說,幾十年來第一次出現這麼大批人辭職 再看看那些辭職的行業 現在有的空缺位置 這是一個講的空缺位置 就是講在交通和貨倉 這一類工作的空缺位置 現在這裏仍然是用千的 這裏是六百千 六百千即是六十萬 現在貨運行業、貨倉 現在有六十萬個空缺 再看看這裏是批發市場的空缺 基本上是沿著直線上升 在2007年以來是最多的空缺位置 現在這裏差不多是三百二十千 即是大約是三十二萬個空缺 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還有其他數字 這裏是生產業 這個在教育方面 专业和商业服务那类的空缺 这里是将近180万个空缺 健康和社保 社会服务那类的空缺现在也有170多万个空缺 这个就是消贤和服务业的餐厅之类 刚刚在195万回落下来 现在大约有160万个空缺左右 好,美国现在的空缺多到 现在有多少人在所谓旅游业和消限业 即是leisure和cosmetality 即是饮食业的就业人数 在2020年头剧烈下降 虽然有回升 但现在远远未去到本来需要的人数 在2020年初未跌之前 在这方面的就业人数大约有1700万 现在只剩1500万左右 中间相差200万人 几百多个空缺少了 这个就是零售 现在这个是普通的零售业 我们也见到 它的空缺位置 现在也在说过百万的空缺位置 这就是各地的州政府和本地政府的空缺 在这条曲线上 但在2021年初 曾经出现近90万个空缺 目前全美洲的空缺 在说过超过一千万的空缺 有超过一千万个空缺 在等于人去做 这就是我们从Woolstreet网站得到的资料 我们很明显看到 回来在华盛尼邮报这边 太多美国人不工作了 这个原因很明显 第一就是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 Working Poor 就是说你们虽然工作 突然就是够新计 在这种情况之外 就是不做好 现在有这么多空缺出来 那些企业或私人公司需要找人做事 相信因为这样 美国的劳工市场会有一个扭转形势 老板总要加工资给雇员 让他们可以生活 希望这样的现象 可以改善到美国人的工作状态 长远怎样 我们未知 但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 美国的物流 还有一段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决 物流方面 除了货柜转运不迟之外 另一件事就是很多船上的水手 转运不迟 我们知道一些水手是到处走的 因此他们可能 由他们自己的国家 要出发去到船上 中间就要跳过几个国家 走非常长的距离 在这个过程之中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里又要隔离 那里又要隔离 结果 水手就没办法可以上船 所以对于 今天的货运 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物流这么大问题 相信 全世界的经济 还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完全恢复 感谢观看